阿弥陀佛 一个人发真心的 会感动设法 无量无边祝福如来 大家都乐意帮助你 成就你 阿弥陀佛发的普通 赦方世界一切苦难众生 这个苦难众生 是指六道里头的三窝道 最苦的众生 发这样的大愿 他的老师 他一个老师 自在王如来 很欢喜他 很佩服他 把社方 一切诸佛插土 展现在他面前 让他自己去看 他看了之后 把社方 祝福插土里头 最优秀的 最好的 都选择出来 他看到 从果上看到的 那这个善苦 是什么英修的 他也要像诸佛如来一样 就修啊 五届的世界 完成了 所以 西方世界 是诸佛插土里面的精华 诸佛插土 美好的吉大臣 这个都难得了 换一句话说了 阿弥陀佛在阴地里头 也是像孔子一样 学武尝诗 见到人家好的 都学 见到别人不好的 他就反省 自己有没有 有则改之人 无则加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修学态度 他居足圆满了 所以 极乐世界 确确实实 固然是 往生净土的人 集结 无量的 善根 善心 成就的 他主要的因素 是阿弥陀佛 发光大心 无上心 造成的极乐世界 这个事情 难行吗 我们听了之后 能相信吗 难 为什么 世尊在大臣教里 常常讲 摄放世界 一正 庄严 从哪来的 唯心 所信 唯时 所变 又常常 告诉我们 一切法 从心 向神 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的 心 向神 的 新年代 量子力学家 对于宇宙之间 这些物质 现象 跟自然 现象 也 觉察到了 所有一切 现象 都没有 离开 意念 物质 现象 是什么 这讲到 物质的本质 是意念 累积 连续 发生的幻想 我们 无以为 是真实 所以 任何物质 都可以 回归到 能量 这个能量是 精神的能量 就是 意念 都能回归到 所以 佛经上 讲的 我们能相信 既然相信了 我们就应该 要发心 向阿弥陀佛 学习 阿弥陀佛 起心动念 可以讲 纯净 纯闪 所以西方 极乐世界 叫净土 那个世界的 美好 是纯闪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 那个地方的居民 解释 上山之人 我们明了 不止上山 上上山 我们可以这样说法 那个地方 让人民心态 好 一丝毫不善的念头 都没有 哪里会有 不善的幸运 无比输胜 奇特之处 十方插 十方插土 六道众生 烦恼 吸气 很重 也能 陌生 这就真正是 奇特 八万四千法门 任何一个法门 如果烦恼吸气 不断 你不能陈旧 小小骨 都不能陈旧 小小骨 花眼睛上讲的 是行为的菩萨 粗心 二心 这是小小骨 声闻里面的 虚拓 粗骨 都要断货 才能真的 你的烦恼吸气 一瓶没断 不行啊 你不可能真的 那这个法门 他无比奇特之处 叫待业往生 你烦恼到了吗 没有 只要你能够 把烦恼控制住 他有 但是他不起作用 在什么时候控制呢 往生最后一念 真一念的时候 你能够控制 已经往生了 待业往生是最后一念的 不是这样平常 那是个关键的时候 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 没想别人 他就去了 他就成功了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知道 无论是 善是我 古报现前呢 一定要举四种云 善我的阴 这叫待业 但是云 我们这个世界有 极乐世界没有 有阴 没云 它不会极限 独特在这个地方 这真正是稀有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像《观无量寿经》上所讲的 凡圣同旧族 下下平往生的 大概多半都是像我们这些人 念佛往生的 生到那个地方 得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加持 你看 智慧 神通 道理 都跟阿弥陀智 是菩萨 平等 这是讲凡圣同旧族啊 换一句话说了 凡圣同旧族的 待遇 是实报图的 待遇 这不可思议 凡圣同旧族 都是实报图的 待遇 那 方便 犹豫族 就不必说了 那么我们可以 也能这样说法 西方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智菩萨的世界 是普贤菩萨的世界 这讲得通啊 但是里头还是有三倍教育 奔爱思 离思无碍 世世无碍 华严的境界 在极乐世界 完全出现了 这么样一个好的地方 我们现在明了 能不能去 是最后一年 那每天念佛 是在干什么 像练兵一样啊 临终那一念是打仗啊 就是希望啊 念熟了 这佛号别忘记 到灵命中时 哦 还是阿弥陀佛 这就成功了 就这么个道理 为什么要时时刻刻念 就不要有其他的杂念 但灵命中时起了个妄念 那就麻烦了 随意流转啊 随意流转啊 念阿弥陀佛 也是一夜 这随意流转 讲得通啊 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的话 你就到基罗世界去了 最后一念 贪心起来 不管贪什么 贪明贪力 只要贪心起来 误鬼道去了 如果诚慧心起来了 最后一念是诚慧心 地狱道去了 欲吃糊里糊涂 那就到畜生道去了 最后一念 念的是仁义道德 是无能无常 人道来了 上平时下一道呢 神的欲见天了 你看都在最后一念 这就是让我们在平常 去修养心态 也要像极乐世界的人一样 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是什么环境 顺境也好 是逆境也好 我们周边的人 善人也好 我人也好 都能保持一个正念 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 你就决定的是 那什么 无论什么环境里头 都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念头都没有 也别想着 这是善人 那是我人 都不想 善人 阿弥陀佛 我人 也是阿弥陀佛 顺境 阿弥陀佛 逆境 也是阿弥陀佛 你就快乐无比了 这种念佛呢 叫功夫成品 念佛人 还会随着境界转 这个事情麻烦就很大了 那顺境里 生欢喜心 逆境里头有怨恨 这样念佛 极乐世界去不了 念一辈子佛 来生还是高六大轮回 这不能不知道 所以经上那个标准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在经体上 标准是什么 清净 平等 俱 清净 平等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清净 平等 所以我们念佛 要把自己的清净心 平等心 俱而不迷 念出来 这就能往生 要多久的时间呢 每个人根性不一样 利根的人 几天几个月 他就成就了 根性差一段的人 我们从往生传 从 建图圣仙路里面去看 一大半以上 不超过三年 能到这个境界 那么尤其现在 同学们 你们知道 比我多 我不接触媒体 很多事情不知道 我都听你们说的 这个世界上 到处在那很多 有什么 值得留念 这现在 这样移民吗 为什么不 移民到极乐世界去呢 好事情啊 阿弥陀佛 欢迎我们去 没有拒绝 这一步 这一步 就是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 说明书 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说明书 依照这个里面 所说的 你就决定去的 而且 而且时间不要太长 不会太长 我们在灾难 没有爆发之前的时候 肯定就能去的 他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记住 清净 平等 记住 把这个世界 逆境顺境 善缘 我愿 统统放下 我们的念头放不下了 念头叫它统一 叫它皈依 就是 无论见到什么人 真的 阿弥陀佛 无论遇到什么事 也是阿弥陀佛 我们把心态转过来了 阿弥陀佛在前面跟主里介绍过 这是真如自信的德号 这是摄方三世 一切祝佛如来的 同号 都有这个名号 这个名号翻成中国意思 就知道了 阿翻做无 彌陀翻做量 佛翻做智慧 觉悟 阿弥陀佛 获起来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觉悟 你想想看 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悟呢 都是啊 所以它真的是阿弥陀佛 不是假的 现前我们面对的 也是真的是阿弥陀佛 不是假的 为什么呢 它自信是无量觉悟 现在是因为 有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 它迷了 迷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一时糊涂 它会觉悟的 所以祝佛如来心目当中 看所有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不是阿弥陀佛 这不是讲的空理 这是事实 我们要了解 从今把心态换过来 一切人死无 都是阿弥陀佛 遇到蚊虫蚂蚂蚁 也杀弥陀佛 我们这个心态 达到了尖锋了 达到了圆满了 那也不成佛 这就是无量寿简 释迦牟尼佛 看到这个机缘成熟了 把极乐世界 解释给大家 最奇特之法了 诸于弥陀之所住 佛佛佛 佛佛相念 这两句话好啊 我们真要学 学什么 祝弥陀之所住 这就是 静宗讲的长级光 这学里面所说的 宇宙万有的本体 佛法教长级光 要住在这里头啊 佛佛相念 念佛 就是做佛 观经里面所说的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念佛就是真正做佛 念菩萨就是做菩萨 那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了 一切祝福里头 阿弥陀佛 无比殊胜 壮严 这个经里头 释迦牟尼佛 对他的赞叹 代表 释放一切祝福 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说他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个赞叹到基础了 再没有比这个圆满了 再没有比这个高了 那我们了解了 不念弥陀 还念什么呢 念什么都不如念弥陀 念什么样的经教 都不如念这部无量寿经 真的是地业里的 你搞不清楚 没有透彻的理解他 心里还有妄想 这个不能怪人 为什么呢 在没有认 这个对佛法 没有真正认知之前 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现象 正常的现象 我初修佛的时候 认识利拉斯 那个时候 我对阿弥陀佛不认识 我的兴趣呢 光修多文 所以对于大乘经论 有浓厚的兴趣 修佛 三十年 才明白了 明白 虽然明白了 不透 认真的 修净土 不透 学了多久 才算是 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五十年 我学佛到今天 五十九年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最近八九年的事情 这个搞清楚 我没有别的 就是大乘经教 天天训练 没有一天 没有一天 离开金本 没有一天 离开 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在讲台上 是跟大家分享 把我学习的一点心得 一点感想 给诸位 做报告 我学得很欢喜 越学越欢喜 越学越快乐 真的像经上所讲的 发习充满 长生欢喜 老师当年介绍过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现在得到了 感恩老师 要不是老师指出这条路 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 会活得很辛苦 哪有真正的快乐幸福 那么很多 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年来 许许多多学佛的人 他没有真正得到幸福快乐 为什么 他没有真书 所以这个东西 要真干才行 方向要真确 目标要坚定 常识寻修 一天都不能放过 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说 我是忠下根心 不是上根 如果是上根 早就跟历代祖师 平起平坐了 我们跟历代祖师比 相差很远 可知佛法的殊胜 所以 顾约 祝奇特法 念阿弥陀佛 就是助 秦特法 可是 今天有几个人 真的助 cheating 我们這一观察 不多 你看看他平常言谈举止 他心里头拉扎东西很多 没住起车法了 如果他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我告诉你什么境界呢 无论别人给他讲什么话 他听的都是佛号 他眼睛看 心中所想的 所有一切众生 统统是阿弥陀佛 这个人出奇的发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祝佛所住 道思之心 最甚之道 这向下解释这一句经文 佛所住 我们看佛所住哪里 静隐苏约 祝福住者 涅槃长谷 祝福同住 今日世雄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祝彼所住 祝大涅槃 能其化用 化是教化众生的作用 他讲的没错 这也是菩萨应当要学习的 涅槃长谷 祝福同住 这句话什么意思 涅槃是 不生不灭 前面我们读过 一般都用 元集两个字来解释 元是元马 即是清净即灭 我们听了 特别是粗续 无法体会这个意思 还是用我们最清净的话来说 大家好 懂 圆满的清净即灭 是什么呢 我们六根对外面六层境界 眼见色 耳闻神 鼻翼秀相 舌肠胃 身的意的接触 接触外面境界 真正做得了 不起心 不动力 又清楚 又明了 不起心 不动力 这就是 涅槃 常古的经济 不是离开 离开 你还会起心动念 你还在大往想 你还在造业 那你念好事 利益众生的事情 造善业 那损害众生的事情 你造卧业 还是着急 如何能够学到 像法身大事一样 不起心 不动力 真 那不得一而求其次 佛 佛所住走到 学菩萨 菩萨呢 有起心动力 没有分别之主 比佛容易多了 这不行呢 这不行就再其次 跟阿罗汉 不知主 阿罗汉 有起心动力 有分别 但是他不知主 跟主说 不知主就没烦恼了 所以在我们经体 教导我们修行这五个字 清净平等就 阿罗汉就得到了清净 为什么他没烦恼了 执着破了 与一切法 不再知主 阿罗汉就不知主 菩萨就不分别 诸佛如来的不起心 不动力 要怎样才能练成 我相信很多同学 都想知道 用什么方法 能够练成功 给主 就是 诸武奇特法 你就练成功了 心里面什么 就是阿弥陀佛 除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无论 学生文 学原觉 学菩萨 学佛 你都能成就 而且会很快的成就 这法子 很秘密 我今天在这里是 揭秘 主要知道 这是大臣的秘法 会非常有效果 祝佛同主 今天 释迦牟尼佛 祝彼所祝 就是祝 祝佛所祝 祝大涅槃 能其化用 化石 教化 设法界 有缘的众生 身心眼角 他真做到了 这个道理要懂 你如这个境界 你得大自在 佛 视线在世界 在硬化 在世界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楠音经上 所说的 随众生心 因 所知量 随佛 没有定法 可说 无 有法 可说 他所说的 完全是 众生的心 完全是众生心态的反应 众生的心态 自信自然的反应 这才是 佛读众生的真相 佛没说法 佛是永远 读大涅槃 那为什么呢 从来没有起心动力 在设法界 教化众生 也没有起心动力 这真是奇特 可是佛 教化众生 是 见人 你的程度 是人道 他给你讲 能力 讲道德 讲因果 你的程度 是小成根性 他给你讲 小成精教 你是菩萨根性 他给你讲 大成精 大成精 你是一成根性 他给你讲 花言法法 但是进度 进度 什么样根性 都是货 三根 仆辈 立顿 全受 这是一个没有障碍的法门 任何人接触 都得利益 只要有一点点 善根 遇到之后 都有可能 在这一生当中 往生进度 这要用我们一般话说 太幸运了 你在这一生当中 就可以成佛了 往生就成佛 为什么呢 往生就是 阿维悦之菩萨 阿维悦之菩萨 成佛 那成佛 不是你真成佛了 你的神通 智慧 道理 使阿弥陀佛 他的愿力 加持 等于说 他给你的 他加持 你可以起作用 但是不是你真真正的 所以你也有能力 在奢放世界 教化众生 像其他祝福一样 没有什么连扬 对 这个法门是 太了不起了 啊 我 不 我 我 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